都是酒了 全部都酒回来了 眼睛一点五分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去拜访一位超级有爱心的阿姨 她收养了几十上百只流浪的小狗小猫 顺便给她带一些梁过去 我和黄姐是去年冬天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她就在这附近喂那些流浪的小猫小狗 和她聊天才知道 其实她家里面已经收留了很多流浪的小猫小狗了 根本养不下了 外面的那些只有每天定时出来偷吃 完全不晓得 哎呀 黄姐 有时候你做的菜市也说 我每天中午都去做菜市一家来 每天上午都去做菜市一家来 上午等于上午去买菜来养那些小猫小狗 肯定不够晓得 因为现在生病的 有生病的话很有限 我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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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用了二十四万的 就是为了洋男都用二三十万呢 我十多年了 你过来再千多块钱拿了狗吗 一千多块钱 以前的钱才不是 切了 我一个为四五个金钱 就是每天三 就是四天一袋 在干净 门两个金钟 门两个金钟 两天一袋 你主要是为你狗的 狗跟门 都要吃的 门 门 有二十多门 我也是很老后 是很老后 你那么多的吗 几十个 这个狗都是十多年的老狗 这个是2011年来的 这都是黄洁养的浏览狗 就是有皮肤病 那种药都是几十块钱钱 是吗 是 真的是 有药你拿点去用 但皮肤病不能够只差药要吃 有分的 这个油很小 是28块多一瓶 简单的小 买的那个符合维生素笔 然后维生素片 环姐等于你住也住在这个地方 这什么事啊 本来就是您的房子 这是我买的 哎呀 那个20万的买的我也就是给养狗 她已经很幸福了 成功母猫 有十多条母猫 环境还可以 真大的嘛毕竟空间 这是我修了 专门给她修了 这修了5的花5千多万 修了5的花5千 嗯 那个后面也是跟我一起来的 这些全部的母猫 都是全部是母猫 然后是谁 嗯 还有母猫 那个年孤季老 吹起来我母猫更久 不想练习好久 那三个人我还带回来的 在帮忙堂三十多 这个母猫 还有几个母猫 这个都是高 都是我们旧的 对 因为这一排房子都是你俩 嗯 这是你俩别过来 但是都是人旧 没得人家 哦 你就拿了佣 对 这是 这个房子是个工作 这里头里头 没有十样高人的吗 不对 都不高人 这都是四年三千间的 都是我救回来的 全部都你救回来的 哎呀 人家不要啊 不要啊 人家去办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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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到 quit 我再去办公吧 你看呢 我去做 wrestling 如果穿久 确实人家去办公了 我已经十年了 真的十多年了 1290年了 你又不要再添加吗 外头里还能喂 外头里有好多种 哎呦 那时候穿 σ 都不是的 这都是公狗吗 母狗 全部都是木狗 这都是木狗 都是旧的 全部都是木狗 全部都旧回来的 眼睛一点五天 眼睛一点五天 冬天咋子过 冬天我叫给它垫纸块 垫纸块 就面板上要给它摘纸块 要给它摘纸块 弟弟给它垫纸块 高级给它全部摘一块 那就没得了能的 过了就不能啥 要不然你只有这办法的嘛 太多啊 这是 交钱又不允许 没得办法的 十多早年了 新闻 刘湘湘还有 是吗 然后你给成功 说实话你以前 我们身体成功就有 你都很习惯呢 对 但是没有说真的哈 冬天 结果很伤身体 真的不开玩笑 很伤身体 哇塞 我的天 哭歌吗 是池头啊 要不要人呢 不对 到底要不要人呢 对 哇这个天 这就来了我的门了 二十八块都在那里买的多 二十八块多一带 对 这我的家伙子很多 我冬的 这些人吃的就好了嘛 你看 哦 这个你的菜 oven还要买这个 这次都大了 这些小辣椒 这些是太多了 就是一手就好 那些小辣椒 今天有加点几个期间 我比较小不小 你这点好贵哦 今天我是 每个月有三大三千块钱 退休工资才有钱多 结果我一样三千多 这是哪里有流浪狗的 哦 这种人生的 除了这家里面还有外头流浪狗的 流浪狗太多 流浪门 流浪门 这太臭 是不是很臭 有味道的 是普通人一般的 如果他没养个毛狗的 他是受不了 因为已经不是环境的味道 是狗 狗多的味道 正常的一条狗 你过心就要洗一次澡 嗯 你才没得味道的 我就不可能 你不可能跟她洗啥那么多 咋子洗哦 你洗得应用 你请三个人来都搞不应 哦 其实我自己还有生活 真的有心 你老完全是已经是 爱心感觉你的生活 我说真的 真的是人爱心 你说什么没 我女儿生完 我都没进去 我看过都没进去 我确实知道 要不然你把她领养出去 搞得有爱心的 对 你非要等到 全部老完了 然后你才退休 对 但是整个活动我不得很 整个活动我就不让她自己调过 真的呀 我都会让她成为餐饨上的 没什么油了 对不对 那是 我都在了 我挂放下油我都借 没办法的 我老公也是从我年轮痛 就是挂放到一年 360 没短过两两个年 这就不要的 因为必须 因为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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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戒指是没办法的 哦 这个房子就是你专门买了 养的是门够的吗 还是本来就是 现有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我2011年8月的花了20万元 外来这个房子 你们原来在两口上 80元都不认识 嗯 可能那些人 就老了 老过后 我就没办法的 主买房子 哦 专门买到这种片点的那样子 对 你晚上出来留够了是8点过去 啥一般 晚上出来不到啊 意思是要11点过去 才出来当国家呀 你外门都是11点过去 哎 咋子的啊 要不然我早上是3点过去 外门就行 3点过去 让我买呀 因为我 3点过去拿菜工 3点过去直接带行出去 我要去直接拿菜工 你也辛苦啊 我现在 我过来看看你 外门够你还 当过去吃饭 不是 当时这样子 我跟你说这个话 因为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因为我说是加了很多的 用都是没人为的卖 我是不会吗 我这么的 我搞这个活动 我从来没卖 因为还 到时候一笔 花很多钱了 我是真的是 因为被您爱心感动啊 走啊 大哥 走啊 再见哈 黄姐 小语 我看了 真的心里好难受啊 怎么了 你看那个黄姐 她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现在花的全是她的积蓄 还有那些猫狗 那么可怜 很多都有皮肤病 对 她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真的是 她也想救他们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环境不好吧 但是如果那些流浪猫 流浪狗 有些被它养了五六年七八年的了 如果在外面可能早就死了 因为正常的流浪猫的寿命就是一到两年 流浪猫就一到两年了 对 正常的 加猫又十多年啊 像外面的流浪猫 流浪狗嘛 它是没有打疫苗的 没有打疫苗的就很容易得猫瘟 得了猫瘟之后基本上成活率是很低的 但是他们那个地方环境再差 他还给他们都打了疫苗的 我认识黄菊的时候其实我都震惊了 怎么可能是天底下有心地这么善良的人 而且专门在这个地方给他买了房子 专门来做这个事情 对呀 真的很不容易 其实我当时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我还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因为我坐猫瘟有很多客人嘛 也有很多客人是送来了物资的 但是不一样 就是有些东西因为猫比较特殊 它不能混着猫粮 就今天吃这款明天吃了一款 它要拉锡 所以有些送来的还没有什么用 有些物资可以送 比如什么像消毒片啦 什么营养品那些 我猫瘟有 我改天跟黄家送一点过来 那你猫是还有没有多余的粮啊 有啊 有粮啊 粮肯定是有的 那我们去帮它喂一些流浪的猫嘛 啊 走吧 走吧 我带你去看 就是我长期喂流浪猫的一个地方 你这样它就会出来吗 对 有些时候这里会出现一到两只 主要是在了前面 它还会晚上才出来 白天睡觉去了 都要出来的 但是我一般是晚上多一点 因为以前白天要上班嘛 最多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八只 会不会这个学校搬走了之后 那些猫也跟着走了 不会 怎么会呀 这个学校已经搬走很久了 我把这个猫粮带过来了 这个地方是我散步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哇 我都闻到香了 来了 来了 哇 好好快 哇 这只乖宝宝 来 是之前的吗 是 这只是 这只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它还是只很小的猫 会不会太多了 不会 只有一只吗 哎呀 恶惨了 真的是恶惨了 我觉得不太对 它们很乖的 我一换它们就出来了 哇 只有一只了 你看 你看多饿 饿惨呢 肯定是很久没吃了 瘦得要命 你看真的很瘦 和我们家的猫 比起来的话 真的差得太远了 我拿下去看一下 怎么可能只有一只呀 最少最少的时候 是两三只 难道全部都因为冬天死了吗 按道理来说 夏天是猫最多的时候 像放这儿 希望它们都是在睡觉 没有听到 这些猫也没办法带回家的 因为流浪猫 其实身上有很多病 像我们猫社的话 也只能出来喂喂它 如果说带回家的话 一是捉不到 你捉它也很难 它警觉性很高 第二是带回家 有可能把我们自己 猫社的猫传认了 我从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开始喂吧 就发现这个地方 喂到了我走 我们走是5月份吧 5月份走的时候 就是出行的时候 半年吧 差不多 那个时候就是 一直见到不停的猫减少 因为正好是冬天了嘛 流浪猫是最怕冬天的 真的 一到冬天猫就很难过 因为猫特别怕冷 一到冬天的话 死亡率就很高 那走吧 它警惕性太高了 我们站那儿 它都不能好好吃饭 小灰 走啦 后天再来看你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宇 关爱流浪猫 明天见 拜拜